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GRAP 卡牛巴裝 今集的一週GRAP 時回顧是講一講21日至27日 4月2019年關於一切GRAP的新聞和司機通知和我們的片尾話題 我們今集的片尾話題就是安全第一 其實是和這個星期,不是這個星期,是21至23日這個星期的一個新聞有關 待會我們就探討一下,其實這件事對我們GRAP 司機是頗重要的 OK,打一下廣告,如果想註冊成為雪農區GRAP 司機的話 無論是你或是你身邊的朋友,記得WhatsApp我這個號碼 010-812-5874,這裡寫到明了,WhatsApp Only 即是只WhatsApp,即是不要叫我,請不要叫我 然後我就會跟你說你需要準備什麼資料和你符合資格 如果是完全準備OK的話,我們見面就可以申請註冊了 如果你是未訂閱我們的話,即是未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記得啦,有一個紅色的按鈕在影片下方 你按一下,然後有一個鈴鐺,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鈴鐺之後,如果將來我有新的影片 或者我有Live,或者我有什麼關於Live 或者影片的預告,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OK,這樣事不宜遲,我們講一講過去一個禮拜的新聞標題 就在24號那天,The Star Online就登了一個新聞 關於Grab Malaysia introduces Trip Planner for Rides and Other New Updates 這個新聞其實主要是關於 Trip Planner 後來有其他update,就遲些再說吧 因為在這個星期的時候,這個是乘客叫車的app 就多了一個Trip Planner Trip Planner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給你做一個行程的規劃 這個行程的規劃,比如說 你早上要在Monara Shell Chaos Central那裡 拿起Rawang 比如說你按了一個地方 將出發的地點和到達的地點 它就會建議幾樣交通工具給你看 就是有一個路線和時間 比如說你可能要坐MT去MT去MT 然後你再轉巴士,再去坐KTM 它是計劃給你的 但是呢 我有檢查過,如果這樣計劃 時間都嚇到我 它是叫我早上差不多6點 早上出發 是8點多才到Rawang 如果這樣坐車 然後下面下面呢 它就有一個選擇就是 Take a Grab 然後Take a Grab那裡 它就會展示的時間 大概是三十幾分鐘 比如說你6點上出發 三十幾分鐘你再到Rawang 然後它的價錢呢 它就放在那裡大概是45-60元 45-60元 可能有High費就貴一點 沒有的話就可能45元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Trip Planner 對乘客來說 可能是一個 Extra Service 讓他們做一個行程規劃 他們可能會想想想 我今天不想坐Grab 那我有什麼選擇呢 那我就坐巴士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省時間的人 你看到那個時間 差那麼遠 剛才我那個例子 可能 你坐巴士 轉車轉車轉車要兩個多小時 但是你坐Grab 可能30分鐘而已 其實 老實說 其實 根本就是 在這個App裡面 幫Grab 本身這個Service 感嘗添花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 趕時間的看到也不用想 還要坐巴士 的士 轉車油繩 OK 就是這樣 OK 然後第二個新聞 就是26號 沙蘭拉 他們有說到 Grab Driver Arrested for E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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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讀 Ellege Ellege 這個新聞 我讀了裡面 其實是 一件事 發生了 然後 他阻礙犯工 什麼事呢 就是 有個Grab 司機 停下來的時候 他沒有打線 然後 那個女乘客 就立刻開門 就這樣開門 開門 就撞到這個 雷徑 雷徑當時 是坐著 一架莫多 應該是這架 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架 他的照片 是這樣放在新聞 應該是 就弄掉了 雷徑 然後他也受傷了 但是 司機 他一落車 他就大大聲 罵女乘客 就 罵罵罵 要那個女乘客 一個人負責 那樣 就說到 然後 那個女警 就看到他這麼激動 就叫他 不要這麼激動 叫他拿IC license 來檢查一下 因為正常的程序 但是 那個人 就拒絕 司機 拒絕 給他那個證件 然後 還嘗試 要逃離 這個案法延場 然後 這個女警 就 快快 可以制服 因為 其實他 犯了一件事 就是 左差辦公 其實很多人 想著 其實不用怕 遇到什麼事 冷靜 我經常都說 所以遇到這些事 就 不要跟別人 尤其是警方 不要跟他們 發生的爭執 以及 拒捕 因為 你已經有事衰在 為什麼我先說 有事衰在 等一下我會在片尾 講關於這件事 就是安全第一 上星期 我們拔山谷司機的通知 有24號 有一個GRAP Academy 就傳了 Defensive Driving 就是 跟我們說 雨天 在雨天駕駛 要怎麼做 有什麼要注意 這件事 其實我在前幾集的live 已經有說了 大家可以看看 找一找 詳細的東西 今集 今集的 一周GRAP式回顧 我是會說 你怎麼可以進入 這個GRAP Academy 因為之前有一個 網友留言 他就說 他看了之後 就看不回那個影片 我想很奇怪 為什麼看不回呢 其實 這個GRAP Academy 在我們的apps 一直都有的 而且我覺得有些東西 可以教到都很實用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第一步 怎麼進去呢 就是 要在Under Mall 即是我們那個DefDriver Apps 右下角那裡更多 你按進去 然後你按這個 Support 即是中文是 支援 然後第二 就按這個GRAP Academy 然後第三 就是Tap on new topics to proceed 那麼你 他說new topics 那麼舊的 topics 還會否在 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們可以進來這裡看 然後 There's a lot learn from 那麼 Our latest in-app training 其實這個 CRAP Academy 是一個 in-app training 來的 即是在app裡面 他 製造一個 叫做training 在職訓練 那樣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學到東西的 我建議大家去看一看 就 他已經教了步驟 那麼 如果是懂得明白 買英文的 可以去看一看 我覺得其實很有用的 有些東西教到 OK 那麼26號 我就收到一個這樣的訊息 這個是clang release 看上面 Grab carry 所以是我們clang release 收到的 我覺得是 那麼 他就說 啊 Java John 你有沒有興趣 upgrade你的電話 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 那麼 我們呢 就有一個 我們就 partnering 一個 他跟一個 很大型的 這個 手機傾銷箱 我應該這麼說 他是direct D 所以 我應該聽給這個人 應該聽過 他是一個很大型的 一個 買這個電話的傾銷箱 來的 他買的電話 有很多種 很多的牌子 跟著他就說 如果你有興趣 將我 他這麼說 如果你有興趣 要升級你的電話 你要換新電話 我們是可以 給你一個 一千元的 repayment voucher 你買了一個電話 你是分十個星期 來還的 然後 你要set up 但是set up已經過了 真的不好意思 遲了 因為真的遲了 他說 如果你是set up 他就會給你一個 一千元的 voucher 給你買的電話 其實 我還沒進去看 但我聽他片面這樣說 我的理解是 你買的電話 可以是 一千元或者以下 你用了之後 他會幫你分期付款 即是在你的account 即是在你的網路上扣 他會扣十個星期 不過他沒有利息 沒有這個服務費 那麼 這個 他這個offer 我就覺得 比 之前他offer的那隻 Samsung 只有Samsung選的 比較好些 第一 可能有些人 好像我 沒有用過Samsung 或者是 不會選擇Samsung 他可能有其他電話 例如 Xiaomi Huawei 或者是 Nokia 總之 DirectD 我覺得有很多種 因為DirectD 有很多種牌子 甚至 以前我有幫他買過 HTC 對呀 HTC 然後我也有幫他買過 Netforce Netforce 所以 其實有很多種選擇 我覺得 這個做法 就比 可以選擇 Samsung 我覺得 如果有興趣 下次 你們再看到一個 DirectD 的 1,000元的 補充 你們可以去試一下 當然 選擇 和價錢 是怎樣 我就不知道 這是一個媒體 但是 如果是有 不妨你申請了 那時候 如果是他說 什麼電話都可以 總之 DirectD有買的 你可以用這個分期款 我覺得 OK 我覺得這個比 三星的分期款 如果你們還沒看過 三星的電話 三星的分期款 的影片 你們可以找一找 我其實有做過 一個這樣的影片 OK 下一個通知 就是 這個 3 又是3 就是 講過幾次 為什麼我講過 講見又講 因為有些司機 經常都問 這個3 其實Grab的 Polo shirt 是哪裡拿的 我就講 其實 是他傳給我們 因為他這個 是有限制的 所以 你其實是要 按進去 這個Grab All Star 這裏 redeem 那我怎樣 redeem 他就教了你 你去你的Grab All Star 按這個 redemption tab 然後按這個 Woucher 按Opt in Fill in the form 然後你可以等那件衣服 大概是25日 這樣就可以送你 所以 如果你們收到這個訊息 你又沒有redeem 過這個衣服 你就可以 這樣 redeem 過了 還有沒有 如果你是redeem 過了 沒得再redeem 是每關一次 大家記得 不要再問我 這件衣服是哪裏 那件黑色 那件Polo T 然後有一個Grab 青色的字 我其實是拿了很久 但我還沒試著 有機會再試著 給大家看 OK 講一講 過去一週的所見所語 就是關於新聞 為什麼我會講這個新聞呢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很多司機 都會 抱歉 抱歉 很多司機都會 犯這個問題 就是 他們有時可能 開車沙拉太累 或者他們根本都不知道 要注意一些關於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就會講安全第一 就是這樣 因為 如果你不注意安全的話 發生什麼事 真是很難說的 真是 嘩 不要聽 有什麼東瓜豆腐 這家人是怎樣的 OK 那 其實 我剛才想講的 安全第一 就是關於那個 那個Grab司機 他就停在那裏 然後 他的乘客就開門 然後撞到一個 旅警的那宗新聞 其實這些新聞 或者這些事 對Grab司機來說 其實 不是說 不會發生的 是一定會發生的 是看你有多不小心的 好 就好像司機經常來問我 阿John 你 是不是經常遇到那些 壞的客人 會不會 我們都會遇到的 那我就會幫你講 不用怕 你一定會遇到的 其實這件事也是一樣的 那我就在這個網上 給我坐下 找到這條連結 然後 然後他這個丟提 就是一個動作 可能就大禍 臨頭 就是說 如果你下車 開門 沒有看後面 下車之前 你看看 不管你是不是開車 還是坐車 下車之前 設計 先觀察再下車 打開車門 先打開一條 然後打開一點點 確保安全之後 才慢慢再推開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裡面很廣老詳細 我覺得挺好的文章 大家可以看看 3G.163.com 3G.163.com 3G.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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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都要承擔部分責任 關於提醒的義務 其實跟綁帶是一樣的 即是他上車 你跟他說綁帶 很多人說 坐後面那些 不綁帶行不行 馬來西亞的法律 是後面都要綁帶 我會提提 通常前面那些我一定會提 後面那個 我看是成年還是不成年 因為未成年的話 就裝3萬元可以給司機 OK 我別坐了 沒有車都這麼遠 我們就說回這裡 即是說 無論你是搭車還是 還是自己開車 下車你還是要開門 下車之前要看 後面有沒有車 作為一個營運車樑 也說了 你要有義務提醒客人 就算是很大的 好像那個 他的情況 我們就不可能 不提醒那些乘客 第一 因為他很心虛 他下車就 一直在罵那些乘客 然後人家幫他拿 提醒警方 用警方 他這樣死 我們要離開 所以我覺得 他這麼心虛 的情況下 一是他犯了 二是他覺得 他也覺得自己 所以他的潛意識都覺得自己有錯 我就分享一點點我的看法 還有我的做法 我如果是載到人 下車之前 其實上車下車都一樣 我會確保後面沒有車來 跟著停的地方是安全的 我才會開門 讓乘客上車或下車 下車的時候 我又會做多一個動作 除了看倒後鏡 三塊倒後鏡 左右和上面 我會看兩輪 沒有車來 我就開了我的centre lock 然後在乘客下車之前 我會補一句 小心啊有車來 其實沒有 因為這樣說他才會看在後面 如果你不說他是不看的 最好你再說完才開那個centre lock 安全一點 我經常說的一句 口頭禪 幫新司機 就是 做多一點點事 監減少點麻煩 剛剛的新聞 就是說到麻煩的事 就好像沒有綁帶 其實如果他不綁帶 你不關事 你不綁帶他不綁帶 問題是如果你真的中到reblock 或者被警方截停你 你又要浪費時間 有人在解釋 又要跟他說 我叫他綁了我 我什麼什麼 這樣就阻止你粉色 對吧 所以都是那句 做多一點點事 減低多一點麻煩 哎呀不好意思啊 小粉按不到這個 OK啦 今天的話題就是這樣 我想說 下車之前要看一看 如果是乘客的話 你要提醒他 還有我剛才已經分享了一個方法 怎樣 大家如果覺得有用的話 可以跟 如果你有其他好的方法 其實可以在下面留言 都分享給我們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說的東西未必是對的 也都 我相信沒有一樣東西 絕對是對的 我想看看大家 如何做 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情況的話 OK啦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今集是 Risk Credit給Rock Angel 我發現之前的影片 是沒有這個音樂的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OBS 錄音的時候 他 不知道為什麼會先設置 0bar 那個 背景音樂 好想說我已經 剛才再設置了阿倫 不過 還是要給Rock Angel 音樂的音樂 OK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 是做得好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跟著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還未subscribe 記得subscribe 記得按響小鈴鐺 如果我有新影片 或者我有什麼預告的話 你是會收到通知 OK啦 Thank you 拜拜